老花一美日一达 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串 你看这个是啥病虫害嘛 每年都有腻腻的 年年捡捡出来害这样 这个是感觉像你说的这样的话 是窃窍虫 这个要用药的 你可以找我们家客服去要药了 用药喷一喷 剪了也白下 剪了也长 得用药 下个臭宝串 帮我看看君子兰怎么回事啊 最外面那个没事啊 中间成的开始烂了 你浇水的时候往心里边浇浇浇的 明白吗 还有一个君子兰呢 他喜欢用腐叶土 要透气性好一些 不喜欢用大泥巴土 你要是家里边没有腐叶土的话 你可以用沙土 沙子还能把它养好 这个烂了怎么办 臭宝会问 我给出了一个建议是 砍掉 砍掉以后它还会长 好吧 只要是根好它还会长 下个作法说 白犀牛的叶片像湿了一样 发黄为啥呀 你把这个剪了不就好了 它都是老叶黄嘛 它心也好就行了 用点杀菌药 用点肥料 也都没什么大毛病 一般这种就是自己缺乏营养的时候 或者在生长比较旺盛的时候 它会代谢到下面的这些个叶片 然后往上涨嘛 这个是有点化水的一个感觉 还是得用药 还得用药控制一下浇水 可以找老花衣的客服去要那个小黄药 下个作法说 九里香去年买的不开花 咋回事啊 你看一下 它就是不开花 用点磷甲肥 可以找老花衣客服 要磷酸二氢甲 没有大水大肥大阳光 吃虎子 用点磷酸二氢甲的事 如果说家里边有磷酸二氢甲 之前用过肥料的话 还不开花 你用点叶郎二号 下个作法说 黄叶加导服是不是要挂了 是的 但是这个东西生命力很强 你控控水 就等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它还会再起来 它不喜欢强光爆菜 在阴面一样长得很好 好吧 下个作法说 发宅住的叶子怎么回事这是 你这个浇的水有点大有点缺肥啊 水大缺肥 别老是浇水 它很耐汗 好吗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适当的撒几颗缓湿肥上去 慢慢养就行了 把那两个给它剪了就行了 那两个长得不好 它剪掉 好了 别的没啥了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大家注意防暑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别的车吧 嗨 嘿嘿 嘿嘿